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拉抬台积电 让大盘又再创27年的新高 但是我也知道 很多特色朋友你看到礼拜三指数涨108点 站上10600点之上 你的股票没有涨 反而开高压回来 市场上的资金在轮动 你都看到了 你也知道 他在拉指数股 拉台积电的时候呢 去调节高档的股票 甚至也去资金轮动到 低档刚起涨的个股 那么礼拜四早上 你先注意一个重点 在礼拜三 所有上市上柜公司 9月营收全部都要公布 那么全部都公布出来的时候 想想看 营收好 股价在低档哦 不是股价在高档 是股价在低档 营收好 会不会接棒 如果说股价在高档 营收好 没有涨 反而开高走低的话 你一定会很担心 马老师 这种会不会是一种利多出境 其实在上礼拜五 还有昨天的礼拜三 你看到营收好 股价在高档的 确实有一些短线 甚至法人在做调节 那重点不是我们要跟你所说的重点主軸 重点主軸在什么地方 大家都知道 马上10月27号 iPhone X 苹果十周年纪念版的iPhone X 即将要预购了 这种预购条件 什么最夯 从之前的零通 无线充电 零通涨了快六成 礼拜五 礼拜三 零通压回来 我告诉你 无线充电 它又换个股来做表现 这个主轴的方向不会改变 但是个股的轮动就好像营收很好的个股一样 高档的 你不要看利多去追哦 低档的 反而低档真正出现营收大幅成长的 要特别注意 这就是个股在做轮动 它会用这种方式来做资金的转换跟轮替 那关键重点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你在礼拜三 看到大盘指数一开高 有没有 9点42分来到10668 哇 一冲高上去 不要说9点42分啊 9点20分之前 很多个股见到今天的高点压回来 高档的股票不能追 这个观点你都知道 那么 外资去拉台积电 说真的 到礼拜三收盘 指数的七成 七成台积电贡献的 那其他呢 扣掉台积电的涨幅 说真的 其他个股涨个30点 40点 是全部加起来哦 只有30 40点 很多个股是在礼拜三 高档的营收出现利多的时候 反而开高走低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 不要说什么电视上讲啊 或者说只是会员讲 在礼拜三的早上 我说 在礼拜二 我去把所有上市贵公司 全部再看一遍 1139档营收公告出来 有92档营收创历史新高 在礼拜三早上 一大早的时候 我跟我线上的好友 LINE AD的好友呢 一起来分享 就像这个讯息 礼拜三早上哦 8点19分 我说营收有92家 创历史新高 我还把它分类哦 有IC制造 IC封测 IC设计 甚至包含了什么 PCB 包含了被动元件 细晶元 这么多的个股 我还特别强调 礼拜三开高 不要乱追 开高不追 避免追到利多的短高点 反而震荡拉回可以留意 早上10点19分 有没有 10点19分 几千位的好友 你也是我的证人 跟我会员一样 这些观点我都可以告诉你 没有问题 但是操作最重要啊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看到利多 礼拜三早上 看股价一开高 赶快去买 赶快去抢 结果一收盘呢 心里又有点担心害怕 这个担心害怕是什么 因为礼拜三 你不要看说大盘指数 礼拜三是涨108点哦 结果很多个股开高走低下来 照我的规划 真的你开高不要追 回来苹果股又会是好机会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呢 错失昨天早上 就是礼拜三早上呢 你在开盘那个时间点 去追加了 股票不是不好 营收不是不好 做错的动作 就是在追高的方式 这些观点 我跟各位分享过 很多很多的内容 就像 来 你看大力光 营收创今年性高 很好啊 一开盘冲到5600 收盘呢 5420 哇 180块 不好 那礼拜四也会反弹 尾盘击杀的 还会再反弹 那当然是一个 很正常的现象嘛 不是只有大力光 你看看这些个股 郁金光9月营收 22个月新高 将近是两年的新高 开盘冲到426.5 收盘405.5 这个冲高去追 追在420几块的 一差差个15块 20块 说真的 我不希望你是淘汰高档 我说过很多很多次 好股票 甚至还包含苹果股 会回档 会洗盘 甚至像周末时间里面 这4天廉价时间里面呢 我也告诉LINE AT的好友 你们来问我说 苹果股的个股 我也说 个股呢 有些会拉回来 你不要急着去追 一档一档 你都会看到 就像我讲环球金 你如果礼拜三开盘 追在337块 收盘325块 是不是 一差又差了12块 营收不是不好 公司不是不好 价位 你买的价位 是不是去追高了 这些观点跟方法 我在节目上不断不断的教导给大家 为什么 其实好的个股 就像这4天廉价里面 好几位投资朋友都问我同样个股 哪一档 上礼拜我告诉你 撒低下来是机会的可撑 涨上来我也告诉你 不要乱追哦 结果你看可撑 大盘指数 你没有看错 大盘指数 礼拜三是涨108点 开高冲到331 收盘321.5 马上又差了9块半 9月营收很漂亮 创历史新高 怎么会这样 不是股票不好 是价位点 你操作的进场点 不对 这些内容 在之前9月4号的可乘 376块 我就跟各位讲过了 不要追 高档会回来 那么在上礼拜五 甚至4天廉价时间里面 我也告诉大家 可乘不要追 结果呢 他确实也反弹了 15%以上 又开始做拉回 是不是要打第二只脚 是不是回挡过程里面 再回来的时候 又会是更好的机会呢 同样的 你想想看 3443的创意 哇 营收很漂亮 很好 结果为什么开高 盘中最低 刹到216.5 216.5 这个差距是差了18块 收盘 225.5 跟开高去追 马上套9块 最低来到216.5 怎么会这样 这些观念 观点 其实你都知道 甚至在昨天早上 你也看我在开盘的解盘 你也都知道 观察重点 你会担心 你会担心他回挡吗 不会 那很多投资朋友 在这几天连加里面 也一直问我说 马老师 你的方法 为什么是跟别人都不一样呢 我说我的方法 是什么 三匹马在一起奔跑 叫做标 跟那个标股的标是同音 标 我的方法是时空计量学 时间空间的预测跟规划 而不是说事后 才拿着事后的股票来讲 那个没有什么意思的 就像在上礼拜五 我说上礼拜五的盘中 我去做避险这两个股 8月9月盈收 连续 月减年减 两个月的月减年减 去做避险 礼拜五收盘长黑 还记不记得 礼拜五收盘长黑 你没有看错 礼拜一收盘 又是一根长黑 两天 从上礼拜五到礼拜三 两天的时间 三十九块 三十九块 你没有看错 在上面 你再看一次 上礼拜五 是不是高档 头部紧线的位置 收盘长黑 收盘长黑之后 那礼拜一呢 再一根长黑 不要去追空它 反而急跌下来 短空又可以获利落袋了 这不是很好吗 甚至我也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 你看到这个指数 在涨的时候 你一很害怕说 指数这些高档股 该怎么操作 你没有我的资讯 你每天看到盘式震荡 我告诉你 一下子国际股市 一下子缩表 一下子什么样的 任何利空消息 你一定又会慌张起来了 相对的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 继零通之后 我不是推荐零通哦 继零通之后 苹果无线充电的个股 反而要特别留意 因为 我说这一次 在十月二十七号 iPhone X要开始预购 iPhone X 上市之前 十一月三号之前 最佳洗盘买点 哪一档苹果股会最强 你知道吗 那么可曾月金光 翻转你的财富 要如何翻转 不是一直叫你去买买买买 买到最低点 拿电视上来讲 不是 甚至iPhone X 它除了无线充电之外 还有一个主轴 就是一直喊缺货题材的 3D感测 这些内容 我在这个礼拜 周末时间里面 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我先让你看 一档个股 无线充电的 它不是零通 零通前面 已经先表态以后 来 市场反而再传出来 苹果无线充电订单的 你看这个大体结构 是不是这个礼拜 礼拜三 刚刚开始突破 去年 去年EPS将近6块 9月营收 两位数 两位数 真的有大成长 大成长 股价又是突破一个大底结构 有没有 一个大底结构 刚刚突破 那么 礼拜四最好有震荡 有震荡的低点 是上车的买点 这个观点 我相信别人 不会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说 苹果无线充电的订单 光是去年 这个EPS6块 这个数字 这个价位点 本一笔就已经非常好 非常低的位置 再加上 苹果无线充电订单的话 你说 它的爆发力有多强 这些观点 不是在于指数 不是在于台积电 我刚刚说过了 礼拜三拉台积电 高档股票 在震荡调节 该避开的 你要避开 另外一个主轴是什么 在第四季的稳标股 绝对不是叫你去追 高档的股票 三只马在一起 这个念标 标股的标 三档臣富如何做 尤其是第四季 一年最旺的季节 我举一档个股给你看 你就知道 去年EPS将近三块 上半年不好 所以股价 打一个底部形态 上半年到现在 打一个底部形态 你说礼拜三开始发动 去年EPS将近三块 九月营收 月增年增三成以上 是不是一个底部形态 刚发动的个股 有没有机会 那有机会 把握住 第四季的稳标股 三匹马 叫做标 三匹马一起奔跑 叫做标 三档股票 能够帮助你乘付 把握第四季的 旺季效应来临 怎么样 跟上我的脚步 中场的资讯 好好把握 马上回来 以上是记者哨庭 在街头的采访报道 记者目击一场车祸 由于两台机车 相撞 造成三人受伤 车祸主要的原因 是由于跑车并排停车 小姐小姐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并排停车 我只是在这买东西 一直在这儿而已 我也不知道 这么严重啊 方便一下子 获害的妹子 请务必排停车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库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库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库 亚洲头库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2578-3777 2578-3777 我学习的快乐 在我做事情上面 我就更有深究感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独特的模式 问自己的差异来 发挥自己的处理 和三用你们处理的 实际经验 技职训练可以让你具有更大的优势 找尋出自己道路的方向 技职驾驭 我们的温柔 无限可理 选技职 好好读 有前途 消灭灯格热 仔细清扫 立即做 饮水积水盘 若有积水 要倒干净 花瓶旧水 倒在土壤中 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花瓶底部 盆栽底盘 要常常刷洗 避免温软附浊 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量干净 别忘了食温鱼 也是消灭极绝的小帮手哦 防止灯格热 清干净 倒干净 刷干净 量干净 大家一起来 你未来想做什么 如果你对未来感到茫然 找不到方向 产业人才 投资方案 请不要停止前进 相信每一段经历 都是蜕变的开始 相信每个人 都有改变的机会 从现在起 找到自己 找到未来 劳动部 劳动力发展署 陶竹苗分署 欢迎回到亚洲之星 那么盘市 在礼拜四 礼拜五 这个盘市的震荡 会越来越大 大的地方 在指数个股 高档的股票 我跟你说过 你不用替外资抬交 不用替外资 好像说外资拉台积电 你要去帮他去做一个 抬交的动作 但是个股的差异 会非常的大 这种个股的差异 你要如何判断 那个位阶的观点 哪些是在高档 哪些是在低档 哪些是刚刚开始发动 市场的资金 它会轮动 轮涨的方式 来掩护高档股票 做调节 这些观点你都知道 但是方法呢 想不想学这个方法 我说 我在我每一次的 周末现场分享会里面 我都会告诉你 一些一些的方法 一步一步的交给大家 把我的时空计量学 最简单的 不管是M头 还是WD 你都可以抓 它的一个等幅测量 一次一次的个股 你都可以做见证 那观察重点 不要说别的啦 礼拜三指数涨 但是我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 你手上的股票 还是会害怕 为什么会害怕 比方说 3406的郁金光 开盘开高到426.5 收盘收最低 有没有 收盘收在405.5 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什么价位 提醒大家 之前在高档 9月5号 6号 8号 当时我还特别盖牌 筹码松动 579到礼拜三 405.5 差了170几块 不是只有一档股票 9月份 很多在高档的时候 我都提醒过大家 有没有 夜成364块 你看礼拜三的时候 从364到308 这个差距差了多少 夜成也差了56块 是不是真的那个差距 很有感觉 56块 还包含了神盾 哇 礼拜三你更有感觉 我当时特别提醒大家 神盾有这个被抢单的疑虑 市场上 大家法人都在传这个内容的时候 289 神盾 你看看6462的神盾 从289 大盘礼拜三是涨108点 神盾收最低 跌了16块半 跌了6.35% 289 到243块半 多少 45块半了耶 礼拜三光是一天 你自己看 跌了6.35% 跌了16块半 这些都是我在节目上 之前提醒过大家 后来开牌也跟各位讲过 我为什么提醒大家要避开的原因 你都看到了 谁能帮你掌握 甚至礼拜五 礼拜五的走势 我说大盘在震荡过程里面 有些个股是在做头 有没有 礼拜五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 在颈线位置附近 我带你做避开的动作 有没有 带你做避开 礼拜五藏黑 礼拜五一根藏黑 你再仔细看 礼拜三 又在一根藏黑 两天 三十九块 我不会叫你去追空 我也不会说把这个股票打开来以后 炫耀说我们会员赚多少 叫你赶快去卖 没有必要 急跌下来 短空单我也会补掉 那么观察的重点 这个方法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 你也很多人想知道说 马老师 一个头部形态 当然要避开 一个底部形态 当然要好好把握 它的发动点位置 怎么做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不要说好像只是看到利多 赶快去追 看到利空赶快去杀 错 不是这样子做的 礼拜三早上 几千位Light 8的生活圈好友 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 不要说会员 会员这些个股 我告诉大家说 也不会说叫你礼拜三早上去追 有没有 Light 8的好友 我在礼拜三早上 我还特别提醒 营收利多的股票 不要追 不要追在短高点 反而拉回来可以留意 不要追在短线的利多高点 光是这一句话 你知道 礼拜三 好多股票都是这样子 开高压下来的时候 你心里会怕 但是你有没有在盘前 甚至盘中 有个好的资讯淡影呢 你想想看 礼拜三 你如果在盘前 收到我这些资讯 有些时候就是一句话 该避开的 就像神盾一句话 把重点 把很多法人的报告 融合说 他的订单 出现一些疑虑的时候 你就是避开 神盾一插 插了45块了 礼拜三收最低 我在礼拜三早上 你再看一次 跟好友一起分享的 不要追高 开高不要乱追 有没有 不追 不要追在短高点 利多的短高点 你看看大力光 追在开盘的短高点 180块 马上一张就差18万 是不是不要叫你去追高 你看到营收利多 很好的时候 玉金光 马上追高 到21块 甚至环球金 追高12块 盘中更低 可曾 更不用讲 331块 跌到321块半 9块半 盘中最低来到多少 318 甚至连创意 营收创历史新高的 礼拜三收黑K 结果营收创历史新高 反而有人趁着利多再出货 盘中最低来到216.5 那个差距差了多少 18块 资讯的价值 你不是就是要如此吗 那更重要的 怎么做这些操作呢 你也看到了 指数拉上来 震荡会加大 绝对不能乱追 高档股票要避开 甚至要避险 甚至拉回来 把资金换到低档 刚起涨的 不是很好吗 这些观点 我说第四季的稳标股 这个标志 三匹马迭在一起 是奔跑 再抢第一名 三匹马一起奔跑 抢第一名 三党如何成富 第四季最旺的季节里面 还是要选营收量力的 营收大成长的 甚至底部刚开始出现 营收三成大成长的 不是很好吗 我刚刚跟你讲 这一档个股票 你仔细看 下降趋势形态 突破 技术面 基本面 营收 月增 年增 都超过三成 今年上半年 是最不好的时候 去年EPS 是将近三块 他有这个能力 可以一年赚三块 将近三块的水准 现在股价在低档 有没有这个条件 谁能够带你做 不是只有一档 好股票是真的一档接一档 高档的你要避开 低档的 尤其是苹果股 我说 马上11月3号 iPhone X要上市了 10月份 有一些最火红的苹果股 会是最佳的洗盘 进场买点 怎么样抓到 可成郁金光 翻转你的财富 甚至还包含 苹果3D感测 目前缺货最大的关键 如何来掌握 我刚刚跟你透露一点点 这档股票 苹果无线充电 继零通之后 去年EPS 将近6块 技术面 是不是一个大底完成 刚开始发动 基本面 营收两位数 两位数 甚至两成的大成长 那又是苹果无线充电 订摊的题材 有没有机会 想不想跟上 不是追指数 第一档刚发动的股票 赶快利用中场的资讯 在礼拜四 跟着我同步一起操作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但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